大家好,我是加勒美出国的老家梅子 刚才陪小孩来游泳,我就在路上想 因为也有客户朋友问到我说 未来小孩的这个职业 读书方面可能不太行 那未来读一个职高 大概选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好 其实我自己也有亲戚 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自己本身也不是教育专家 我只是从如果是自己小孩的这个角度 我来去想这个问题 我认为未来的10年 AI毫无疑问肯定会迅猛的发展 就是说我经常 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个视频 或者在看一个新闻 其实把自己假想成机器人 你也可以想象机器人的阅读速度 他的理解能力 他的过目不忘的这些能力一定比我们强 比如说我们去看一本语文书 小孩他要花半年的时间 半学期的时间才能去理解这篇 整个这本书的意思 去获得更多语文方面的 这个知识的学习 但是机器人他比我们就会快很多 所以目前 比如说像现在武汉 北京各地气温都比较高 今天还算是比较凉爽 就在外面还能站得住 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外面站都站不了 就是然后你经常在空调房里 你也会感觉就是 仍然会感觉不舒适 因为厄尔利洛是这种现象 对吧 但是我们还得要生存 所以我想说什么 这个和职业可能扯不上关系 我想说的是这个环境 我们其实很难去改变 这是一 第二 就是我们人类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 各种商业的发展 感觉已经是到了一个 到了一个 到了一个极致 或者说到了一个瓶颈时期 可能现在下一步的发展 真的是需要AI来介入了 否则好像我们的一切 很难以突破 现在的科技的发展 都是在朝更尖端的芯片 更运行速度更快的机器人 AI这些方面在发展 那这是趋势 完全没办法改变 所以我觉得未来十年 我们要学习 包括马斯克 他也在做人形机器人 也不是他一个公司 在做这个东西 未来的十年 我们应该是会与机器人 就是说共存 这种比如说家庭机器人 比如说工作中 其实有很多的机器人 他已经在大量的去取代 人力的工作 去做一些更复杂 更危险的工作 所以未来十年 我认为就是说 小孩在选择一个专业的时候 我认为最核心的一点 是应该去基于他的兴趣 其实趋势我们是没办法改变 人要想活下来 要想在这种长期的 厄尔尼路的现象下 活下来 只能是适应这个环境 那怎么适应 第一我们得生存 要让自己活下来 我们得赚到生活需要的 去购买的钱 去购买我们生存下来 所需要的物资 这是最基本 那第二怎么样才能够 就是我们在选择一个 就是再说到我们 如果说读一个职业高中 我们不读大学 读一个中专也好 在选择一个专业的时候 或者是读大学 我认为更多的是基于 最好是能够和自己的兴趣爱好 向结合 这样才会更长久 你比如说我自己 大专本科研究生 这东西都不是我感兴趣的 说实话 什么MBA 什么经济贸易管理 这东西学了些啥 我觉得 我觉得啥也没学到 有点浪费时间 说实话 看起来就是最后获得了一个 毕业文凭 获得了一个更高的学历 那有什么用呢 实际上有什么用呢 所以还是最好是基于自己的兴趣 这样来讲 在这个路上你会饶有兴趣 然后会有更多的钻研 在这个方面 然后第二 如果说我真的是没有兴趣 那就从一个 真的没有 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 那就从食用型的角度 比如说我刚才走路 我发现有很多汽车 我就觉得 那我们什么东西是大家需求多的 一 吃肯定是一直长期需求的 所以在厨师这方面 我认为这个工作还是值得去 可以作为一个板块 比如我女儿 她就对厨师很感兴趣 那她说她以后要做厨师 那想去做就去做吧 只要她能养活自己都可以 那然后我认为汽车修理 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呢 我认为也很好 因为人类出行 或者机器人出行 汽车呀 或者一些飞行器 我们在老洞大开一点 那他们的原理应该是差不多的 所以在汽车修理 这个部分我认为 机械设计制造 这东西方面还是长期需求的 再然后在我们的吃穿 穿的话衣服 那你对服装设计感兴趣吗 怎么样去设计 更加轻薄的衣服 它能够耐热或者耐寒 让我们现在不是这个加拿大的 叫鹅 它是耐寒的 那耐热的衣服有没有呢 对吧 这种素干的衣服 是一还有没有其他的 增加一些功能 比如上面装个电扇 或者装个能塞个冰块 它不会溶 等等我也不太知道 我就说吃穿住行 行我刚刚说了 对吧 然后再就是住的方面 那就是房子了 房子的建造 房子的设计 和它相关的这些行业 我认为在未来 就是围绕吃穿住行 这是我们人类需求最大的方面 应该来讲 这四大板块 还是值得长期 从事这个工作的 至于未来 我们人类什么时候被AI取代 其实我认为 趋势不可避免 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 实践去行动 先把自己养活了再说 最好是基于自己的兴趣 去选择专业 然后先去实施它 在实践中 然后再去调整 我认为比较好 因为我们没办法 从一开始想到结尾 想到人生的最后一步 想不到 然后因为人一生中 也会有很多的变化 工作的变化 环境的变化 所以 比如说像我自己14岁的时候 我想去学音乐 我觉得我喜欢孩子 我想当幼师 但是最后的选择 并没有选择这个路 40多年了 也不知道 最后会做出国海外 海外这些方面的业务 这是没有想过的 都是一步一步的 一些机缘巧合的发展 就是到了这一步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想说的吧